高雄寒流刮起土包子旋风 来到台南也有另类的土包子 就是这一颗颗金银剔透的家里肉丸 全番薯粉制作的肉丸皮 裹上一层米浆后 用冷油低温油炸 让外皮又Q又弹 特别的是这里的肉丸 竟然还可以吃汤的 看好些龙界合体韩国瑜 将带来满满人潮 业者紧急备货 比平常多一倍的量 要把握发大财的好机会 冷气团来袭除了汤八碗 当然也得来上一碗热乎乎的大肠粥 配上笋丝香菜和老卤肉燥 整碗旁公公 而好吃的关键秘诀 就是每天用大肠熬煮的汤头 老板娘听她说你天天不云 每天天不云来去烤汤烤煤 两点多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 这碗在家里有百年历史的大肠粥 已经传承到第三代 正好韩国瑜之前在高雄 也曾透露自己最爱吃的 就是红旬粥 这回台南乡亲 准备好热腾腾的大肠粥 希望韩市长也能亲自来尝尝 就盼韩流加持后 也能把人潮和前潮 一起带进台南 记者朱显明先文详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